那么不管老师你是一般账号还是教育版Pro的账号 您都可以像这样用 那么怎么用呢?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您刚刚进到我们的首页 你看在这里有没有右上角有一个建立新的设计 右上角这里 您可以先从这边试看看 从这里按一下 从这里你可以选择 你要做的 简报的类型 简报类型,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好像也不太懂 也没关系,我们就直接看中间这里 你看中间这里 有没有很多 我们平常最常用到的可能是简报 那现在社群媒体很多 里面有Facebook,IG,Youtube 都有 那你要做影片也可以,甚至你要做印刷 印刷的 行销的,办公室的 通通都有 如果你要看更多的 把它按一下 连书籍的 有没有 思维导图就是我们一般在台湾比较常用的 新制 我们讲的新制图 那你看杂志的封面 这些通通都有 那还有一个 其实老师常常会需要用到的 视觉的资讯图表 对不对 怎么样把你的 图表 做得比较漂亮一点 这里都有 好,那我们先从老师最常用的简报开始 好吧 你从这边 因为呢你现在在我的 班级里面 所以说 所有的范本 所有的功能 你都可以用 来,我们就按一下 好,那你可以选择 你想要用的是哪一种的 哪一种形态 好,那我们就先从简报开始 按一下 它的使用界面很亲民 所以老师 您完全不用担心 好像看不太懂 有没有,感觉到 左手边功能在这里 左手边的功能 在这边 那我们第1个进来的就是范本 那这些范本呢 如果您有看到有帽子的 这个就是ED5 教育版 所以呢,一般账号当然就没有这个权限 而且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字都可以用中文 其实您如果刚看我们Canva的语系的话 您会发现它是没有简体中文 很难得有服务这么有GAS 有没有 有没有老师知道Canva是哪一国的新创 旅游我们这里蛮远的 我们在北半球 他在南半球 有羊的那个 有羊的那个 澳洲 澳洲的 澳洲新创 他这个独角兽 现在 我上次看资料就是 Canva的 使用者已经超过大概3000多万 所以这个是 蛮多的 那您可以 点一下 看哪一个你喜欢 跟我们一般用Power本简报一样 每个范本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不同的 版面配置 喜欢就把它点下去 按下去 有没有进来了 对不对 像这样子 那 我在这边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这种 今天不用来上课就会了 对不对 简报一页不够就再加一页嘛 那有没有人规定 全部都只能用这里 当然没有 你可以往回走 你可以再找其他的 而且 您可以看到 在这边 有没有 很多不同类型的简报 后面都有全部 查看全部 所以你可以打开 这种老师以后 应该不好意思说 找不到简报看了 真的真的 他里面有很多的范本 你就看 你想要哪一种 喜欢的 就把它加进去 我再增加一个 好了 把它加进来 有没有 这样就进来了 那你只要负责改就好了 你只要负责改变 这个内容就好 那 另外一个 我们顺便看一下 刚刚这样子有了 我有了 范本 再来 我是不是要有一些素材 所以我们来找找左手边 左手边 有没有发现 这里叫圆树 它里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素材 帮你准备好了 一样的 它还会帮你判断 帮你判断什么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范本 有没有一些 像这种撕开的纸张的效果 你有没有感觉到 好贴心 都帮我准备这一种 这样过分 以后你会不会都只会 伸手牌 以后就不会找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想要这个 好吧 拿来 点进来 有没有去备好的 然后自己转方向 跑到里面去了 来 拿出来自己转方向 这样 我们的方向 在下面 这样是不是都可以 对不对 就看你 好这是一个 那你不要忘记 它还是有查看全部 而且呢 都支援 中文 当然我不可否认 找英文绝对会找到更多素材 但是呢 中文其实就可以找到非常多 那你有沒有看到 不只有 近派的 有没有发现 还有动态的 简报上可不可以放动态的 当然可以啊 点下去 动画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用PowerPoint 其实最大的困扰就是素材 好像不大多 常常用的就是那些美工图库 就不会再更新了 那我们CAMBA上面的素材 其实还会不断的在增加 不断的增加 那么 你可以从这边找到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那么 你可不可以自己上传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 如果说 我今天有需要 我可以透过上传 把它传上来 比如说 我觉得 我在这边 在这里 那我想要找 这张图片进来 你就按右键 复制 复制 我就拿到这里来 把它贴上 Ctrl加V 有没有进来了 事实上你会看到 他是不是就 透过上传 把这个图片传到 你的里面去了 那我刚讲 老师有多少的空间 来 你滑到这里来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黄罐 来 平常黄罐都是要付费的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100G的空间 所以 这个对老师来说 其实 就很方便 那当然 你进来之后 你的大小 你就可以自己做 而且他还可以怎么样 你看我放进来 你有没有感觉 有什么效果 有没有遮罩的效果 不满意怎么办 冲进去就好了 点两下 登登 你看 我有没有进到这张图片里面来 对 你这样帮我放太大了 我想要怎么样 小一点 这个最大 好像到这边而已 那我可以再放大一点 我可不可以调整一下要出现的位置 没问题 打个勾 有没有就完成了 当然你不满意你可以删掉再来 那这个功能 我们称作什么 他称作 边框 边框在哪里 你看 元素里面 好我把爱心拿掉 我不要找图片的 我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老师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所谓的边框 就是这个功能有没有 那网格就是那个拍板好的 拍板好的 比如说我照片要怎么排 那种就是一次好几张的 边框就是一次一张的 好那我们先试看看 你看我拿一个这个过来 好了 点进来 有没有一个圆圆的 好我们来找一张 找一张 照片好了 我们找个照片 这里有照片 你看显示里面 有没有照片 你若很坚持 我要来这边找照片 好我们就拿这一张好了 你就拿着它 丢丢丢丢丢丢丢到里面来就好了 放开 也没进去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满意 你就把它 拿掉 那我们看 刚刚是这一种 你看这个 我刚讲是 排板好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多个 我不知道怎么排比较漂亮 没关系 他都先 帮你挖洞挖好了 你就一个一个丢进去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很好用 简单易懂 从来没有哪个研习 所以不用来上课就会 只要您不要用在 商业用途 就可以 就是说我们教育板可以用它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图库都可以用 所有饭门都可以用 但是他有特别强调就是不能用在商业用途 也不能说 这是我做的 因为这样违反 诸作选法 对不对 所以 你只要保持这两个 条件的话 那这些 您用在教育用途 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感情问题 好 因为其实 我想老师都知道 我们有时候做教材 会很受限 那个 就是 素材的问题 对不对 那 请问你 这个边框 这个遮罩里面 可不可以放影片 如果我会问的 通常都是可以吗 所以您看一下 你看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影片 你看 他连影片都把你准备好了 拿着他 丢出来 好 按着他 丢进去 这样可以吧 所以你的简报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放影片了 好像PowerPoint就没有那么灵活 对不对 而且你看本家是没有用软体的 当然他有 也有软体的部分 你如果想要在电脑上直接 打开 或在App上 手机上直接用 事实上都可以 所以 这两个部分 老师您这样 就可以轻松的参考 看看 那 我们看一下 除了这个以外啊 我顺便找个 这样的图进来好了 来老师您看一下 我以前来学校这里我有分享过一个云端去备 我不知道 有没有老师之前有上过我的课 我今天这样一眼看去好像大部分老师 比较好像都是之前没有上过我的课 没关系 如果呢老师 您之前 没有上过我的课 我会告诉你 先用这个 因为现在云端去备也很方便 云端去备也很方便 还是有老师愿意 跟我 一起 入境一下 有没有老师愿意来前面 要 太好了 感谢老师 老师在你走过来的过程 我们 就可以变大支 有没有 哈哈哈哈 您之前有这样我有课吗 有 有哦那你知道我要干嘛 对不对 好你看 以前我们是这样 因为这个镜头 不错是因为 两个人他就知道要后退一点 三个人他就知道再后退一点 好老师我们镜头在那 因为以前我上课还没用这一支 没有 你看我会一直在进步 好准备了 来我们看起来 一二三 好 看一下 抱歉抱歉 没有按到 再一次 一二三 来 来 你看我们这样子 有没有就抓起来了 对不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好那我就复制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直接贴到 你的简报里面 当然可以啊 因为我在简贴步上 那如果呢 老师您不是教育版的 你可以搭配 好那把我塞进去了 好 来这里 这里有还原哦 老师有没有看到上面这里有还原跟 重做 还原一下 如果呢 我们 没有用过的 或者您不是 教育版的 你就来这边 Ctrl加V 他就帮您把 照片去备好了 这样会不会太简单 这样太简单了 我跟你讲 你有教育版 不用call out求救 来看一下 点到我们这一张 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叫做编辑影像 按下去 有没有背景移植 对嘛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升级教育版 不用call out求救 等他一下就好了 解决 这样简单吗 所以 您这样子好了 来来来 放进来 怎么没有去背 去背那一张没有进来 OK 这样老师大概知道意思了 因为你刚刚都在我的教室 对不对 所以那个功能老师不要客气 你找到一张照片 你就给他按下去 编辑影像 这个 但是我跟老师强调一下 如果你后悔了 什么叫做后悔了 就是在这里 从这里 你切回个人 很抱歉 你就从上面掉下来 你这个功能不能用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 OK 所以老师呢 你可以稍微试看看 找他内建的图片也可以 或者你如果 觉得 想来前面 试看看这台网路摄影机 你可以来前面 这样 老师呢 感觉到 Kemba 使用上 真的蛮容易的 容易上手 然后功能又很丰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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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